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恐怕天气还会再有另外一波的变化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未来一周天气状况上面要注意 我们分成三个时间点告诉大家 首先来看到星期二 星期三 这两天整个台湾附近的水气 是持续在减少当中 那么在温度的部分感受舒适 但是要注意到的是中南部地区 这两个区域在中午过后 还是会有一些午后对流发展的机会 那局部大雨如果说有这比较强的对流系统 发展起来 那可能还是会有短时强降雨 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 那如果说整个的排水并没有快速的话 还是会有零星积淹水的机会出现 不过整体上来讲降雨的强度 会比前两天再趋缓一些 星期四星期五这两天的天气状况 改为是午后正雨的天气形态 那这样的降雨形态大家说 不是跟星期一二三一样差不多吗 但其实这午后正雨的强度 全台湾都有机会 但是强度会比前几天再趋缓一些 但是到了星期六日这两天 要注意到的是 南方水汽又开始送进来了 因此这两天星期六日 如果你有安排户外活动的话 会有一些的短暂震雨 另外在东半部以及南部地区 迎封面比较容易会有 持续性的降雨出现 所以如果你安排户外活动 在下一个周末 那就要留意可能要有雨天的备暗 因此未来一周天气状况 可以说是越来越加稳定 但是到了周末 又会开始转为下雨的天气形态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在卫星云图上面可以注意到 台湾附近可以看到云层量 逐渐在减少当中 主要是现在整个的低压的云气 已经来到了巴士海峡的南侧 所以对我们来说水汽量逐渐减少 但是要留意的就是中午过后 还是会有一些的云气 开始在中南部的沿海地区 逐渐的发展起来接近到陆地 因此在中南部地区 就比较容易会有午后的震雨出现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张的雷达回波图 就可以注意到 其实像是在中午过后 像是在台中南头 以及在云嘉南的山区 还有台南跟高坪的 靠近山区的平地地带 都有一些的对流系统 随着地形抬升之后发展起来 而且这样的一个降雨形态 会是满剧烈的 因此像是在周日 就造成明显的降雨积水 今天来讲的话 整体上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快速 而且短时强降雨的 这样的灾情出现 今天来讲我们就注意到 在整体的累积雨上上面 像是在台中 比较靠近山区的区域 以及在南高坪 接近山区的部分 都还是一样 是今天的降雨热区 而接下来明天 这天降雨状况是如何 我们就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整个的降雨趋势 首先在星期二的凌晨这段时间 整体上面 这个午后的对流云系 已经逐渐在消散 但是在东半部地区 尤其在花莲 有一些零星震雨出现 周二的白天主要的降雨形态 会是在周五过后 同样是对流云系发展起来 在各地的山区下下来 但是要留意的 一样是在中南部的山区 可能还是有局部 较大的雨势出现 到了周二的深夜的时候 降雨也是一样 对流系统逐渐消散 只剩下零星在山区 还有一些短暂震雨的机会 因此我们从这张图 可以看得出来 整体上面降雨的时长 比较压缩了 集中在靠近五后的前后 这一段时间 而且降雨的区块 在接下来也会 逐渐在缩小当中 那我们来看到 在天气状况上面 要留意到的就是 在地面天气图 继续带大家来看到 今天来讲受到了整个 北方的高压 凉空气的影响之下 可以注意到 凉空气送进来之后 台湾附近 尤其在中部以北地区 感受上面 就会变得比较舒适 今天甚至在 花莲的层间低温 是掉到了18.8度 那是可以说是 已经开始有露秋的感觉 另外在北台湾 像是在基隆 也只有在19.8度 那接下来要留意到的 其实就是 露夜之后温度下滑 但是白天阳光出现 温度又上去 这样一来一往 其实在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 感受比较明显的 就是温差 都有在10度上下之多 那我们可以从 这张地面天气图 继续带大家看到 刚刚讲到 整个的低压带 现在已经往南边来移动 因此水气上面 是逐渐在减少当中 不过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天气状况上面 星期五 星期六之后 南方的低压 又会开始增强上来 星期六的时候 整个水气又会 开始送到台湾的上空 因此各地开始出现 有局部短暂震雨的机会 尤其在东半部 以及南台湾的迎封面 如果你星期六日 有安排户外活动 接下来恐怕还是一样 天气上面 会比较不稳定一些 那我们赶快带大家 来关心到 星期二各地的天气状况 详细是如何 先来看一下在北台湾 今天晚上到明天成间的 温度大约还是在24度左右 那比较靠近山区 可能会再凉一些些 高温可以来到32度 而在中部地区 高温的部分 孔雅也是可以来到32度 那在城间的温度 大约在24度 天气晴朗 午后有局部阵雨 南台湾同样要小心的 就是南高平 尤其靠近山区 永远会有午后局部 较大雨势出现 而在东半部地区 高温的部分在31度 城间温度在23到24度 但是要留意 比较靠近山区 同样温度会再低一些些 早晚的温差 也会比较明显 外島地区的高温 在30到31度 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星期二星期三 天气逐渐的回稳 但是星期四星期五之后 转回又午后震雨的天气形态 星期六日 水气逐渐增加 各地又还是有些 短暂震雨的机会 另外在外島地区 同样也是在下个周末的时候 降雨的情况 会开始越来越明显 小叮咛还是提醒大家 两件事情 第一个 一直有入秋的感觉出现了 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 恐怕会比较有凉意 记得温差10度之多 早晚出门 穿暖一些 另外午后呢 还是一样 中南部地区 容易会有局部大雨 行车注意安全 我是陈志根 廣告回来 请您持续锁定中视新闻 我是陈志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彭内彭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们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喔